你喜欢吃猪肉吗?那你觉得猪他喜欢吃你的肉吗?相传很久以前,有一个叫张三的人,家里很穷,但是又特别喜欢吃猪肉,于是就自己捉了一头小黑猪。心想这黑猪说不定,他有野猪的血虫,到时候长大了,味道一定不错,于是自己天天打猪草来喂他,为了防范小猪辈道。 张三就把猪养在了客厅里,每次吃饭剩下饭菜也都直接会给黑猪吃,看着黑猪一天天长大,张三心中甚是欢喜。 这天张三邀请好友李四来家里做客,李四一进屋就看见藏屋里的黑猪,吓了一跳,赶忙问道,你怎么把猪养家里啊? 张三说道,我养屋里可以随时看着他,这样也不用担心被人偷走了。 一起吃饭的时候,李四总感到背后有一种凉凉的感觉,一回头就看见那头黑猪,正嘶嘶地盯着他,还不停地流着口水。 李四下了一击,赶紧问张三,这是什么情况? 张三不以为然地说道,他是在看我们吃饭,不用管他,等我们吃完,我去喂他就好了。 这是李四对张三说道。 我前段时间听说,隔壁村有一个人,失踪不见了,家里人找了好久,最后在他邻居家的猪圈旁边。 找到了那个人的衣服,然后看见猪圈里的骨头,人们才发现那个失踪的人居然被邻居家的猪给吃了。 张三听完,哈哈一笑说道,如果猪吃人的话,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养猪了? 李四听完也哈哈一笑,没有答话。 张三继续说道,你这人真胆小,你看这猪这么大了,过几天我过生日的时候,请你过来一起吃猪肉。 李四连连点头,转过身来看向黑猪,只见猪篮里的黑猪正一副诡异的表情。 看向张三,过了不久,在张三生日当天,李四拎着礼物来找张三,可是屋里屋外都没找到张三的人影。 这是李四想起猪吃人的传闻,赶紧跑到猪圈旁。 果然看见猪肉里有张三的衣服,还有一些白骨,这是李四思南感觉,背后一阵崩起。